真的是叫做月光光 心慌慌 其實有一個老掉牙的冷笑話 真的不是很好笑 就是說 你是什麼族啊 我是阿妹族 我是泰雅族 我是盧凱族 現在很多臺灣人都叫做存款不足 有一個民調資料出來說 百分之二十六的臺灣上班族 存款是零 百分之五十六的上班族 存款 不管他工作多久 他存款不超過五萬塊 你去假想說 如果他今天不小心出了一個車禍 要去修車 醫療費用 一下子就乾了 他可能還要去借錢 借得到 借不到 是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借到了變成負債很嚴重 借不到日子怎麼過 這問題呢 其實雖然我們聽起來會有一點好笑 或者是說你自己愛花錢 那能怪得了誰 可是一旦是全臺灣超過一半的 上班族存款不到五萬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們來看看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五一勞動節前夕近千名弱勢勞工 走上街頭 抗議薪水低 工時長已經讓他們喘不過氣 如今又面臨物價飆漲 中年失業正在打零工的勞工 感嘆日子越來越難過 打零工就靠著以前省吃點用 留一點的錢等於是吃勞本 小孩還在念書 中年失業真的情何以堪啊 目前在臺灣35歲到45歲的青壯年 出生在最富裕的時代 卻也面臨最嚴峻的競爭環境 他們努力工作薪水毫無增加 付不出房貸存不到錢 快四十歲卻負債累累 無法成家 有工作卻存不到錢 生不出下一代養不起上一代 臺灣崩世代的危機 讓學者感到憂心 此外根據統計 國內非典型就業情況 越來越嚴重 其中派遣勞工就至少有六十萬人 勞工團體與專家學者指出 勞工活不下去 勞動環境惡化 長久下去一定會危害 臺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 而人力銀行最新調查也指出 有五成六受訪的上班族 存款不到五萬元 其中更有兩成六四零存款 標準的月光族 存款低 心情低 健康指數低的職場3D族 越來越多 而看不見未來 更是加深勞工的無力感 介紹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 資深的媒體人如燕麗 信聰好 大家晚安 窮忙 窮苦 窮累的上班族李兆麗 大家晚安 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洪敬書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講來講去真的很窮 燕麗我想問一下 一個數字真的看起來是觸目 驚心 百分之五十六的上班族 存款不到五萬塊 五萬塊真的是不多 對 出一 出一件事情 就超過五萬了 我想問的是說百分之五十六的上班族 他工作那麼久 存款卻不到五萬 另外一個數字是百分之二十六的上班族 一毛錢都沒有 這問題有這麼普遍這麼嚴重嗎 好 首先我想先釐清的是說 因為其實這個結果出來之後 包括我還有一些這個財經專家 還有一些分析師 其實我們今天一大早都在討論這個議題 那當然就是說 他的一個調查方式 到底是不是那麼公正 公平 完整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也就是說 我們相信臺灣的上班族 他也許這個扣掉一些資產 扣掉一些股票 基金 保險的投資之外 也許他每個月的存款 真的是也許五萬或十萬 每幾二十萬 我們不知道 就是一年的這樣存款 但是就是說一個結論 就是我們相信 我們確信 現在的上班族 確實壓力很大 包括房價是不停地在漲 那事實上這幾年打房下來的結果 是什麼 房價 越打越高 對 還是越來越高 那另外一個方面就是 我覺得這是讓人家更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去看前幾天 這個主機制度公佈的一個失職的薪資 其實一二月份的最新的一個 失職薪資 我們其實是十四年來的 一個新低的水準 換句話說 這十四年來 大家去看中國大陸 北京 我曾經看過一個最新的一個數字 七年前你在北京上班的話 銀行業 你大概是一個月的薪水 是一千塊人民幣 可是現在呢 抱歉 人家現在已經是四五千塊人民幣 就其實跟臺灣的薪資水準 已經是相去不遠的一個情況 可是我們居然不僅是在原地踏步 我們甚至是落入一個所謂倒退路的 一個情況 所以就像剛剛我們VCR看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結論就是說其實現在人的壓力真的很大 導致他們不敢生小孩 不敢結婚 甚至有人開玩笑說 好啦 既然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號 瑪雅玉也要成真的話 那是不是呢 我就現在開心過生活 那甚至有一種說法就是 那我就賺多少 花多少 對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 當前要解決的問題 應該是整體薪資結構的問題 因為老闆都不幫員工加薪 那老闆會說 因為呢 所有的原物料都上漲 那所以他們的經營的壓力 成本也很大 那他更不願意幫員工加薪 我覺得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結果 趙立我要請教你 然後你怎麼樣看待這個數字 我當然也不方便問你有多少存款 不過很顯然 你應該是在這上面 裡面的啦 我們來看看 夜十一二三的這個公佈的 這個民調資料 不過也許就像燕麗講的 我們那個方法 也許大家可以再討論 就是剛剛我們講說 莊秉潔莊老師的那個方法 是不是可以討論 不過也不會有人 因此去告夜十一二三 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的情形 就是說在全臺灣上班族呢 一毛錢都沒有存款的 這個夜十一二三的資料 是說有百分之二十六點二 這個真的會嚇死人 你今天如果就算說 你出了任何一點點摩托車 剛好壞掉了 要修一下 你就沒錢了 就要掉頭吹 這個很慘的 就要去借了 少於一萬的呢 是整個比例 大概是有十二趴的 所以加起來呢 是三十八點二的 臺灣上班族呢 存款少於一萬 少於五萬的是 百分之五十六點二 少於十萬的是 百分之七十二點九 換句話說呢 存款只有二十萬的呢 是全臺灣百分之八成三的民眾 上班族呢 存款都不到二十萬 而其中很慘的是 百分之二十六 一毛錢都沒有 百分之五十六點二的人呢 存款不超過五萬 我想問的是說 那麼少的存款 怎麼樣度過家庭的風險 我覺得剛才燕麗燕講得很好 就是說瑪雅預言 我想其實瑪雅預言出來 說大家的另外的笑話 不是說等著二月 十二月二十一號要滅亡 我們是想說 搞不好能活到那個時候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因為可能那之前已經先餓死了 錢實在是太少了 或許那當然今天大家 每個上班族 我想大家跟我一樣 就是今天看到這個新聞 就非常的關心 然後可能大家都開始進行的 比一十一二三更不科學的民調 大家的結果 我想大概也不會差太多 我自己也是發現說 或許沒有到五萬塊零元 這麼誇張 可是好像也不是太遙遠 因為去爭論說 什麼一塊錢 或者是一百塊 或者是五萬六萬 沒什麼意義 譬如說是十萬塊好了 那十萬塊 我說兩倍好了 趙立 我跟不太好意思 因為你有小孩 有家庭存款那麼少 小孩子如果 就小孩子一定都會生病 讓我自己小孩子常生病 那個醫療費用 是真的很恐怖 怎麼過得下去呢 那個風險 或是那個恐懼 真的是風險的那種抵抗能力 真的是很低 如果說真的譬如說車子 前陣子剛好車子遇到問題 去修了一下 哇 當個月真的是非常的淒慘 甚至就是可能要動用一下信用卡 稍微走轉一下 剛好那時候在年前 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你會去用循環利息 就只好趁年終發下 趕快再把他還掉 等於是我根本沒有年終的意思 一方面金額也不高 那第二個就是說春看你沒有大家想像中的多 可是我要更不好意思 因為上次我們談那個流浪博士的時候 你也來了 你是博士 我 你是因為太會花 還是太不會賺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媒體好像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好像我們太不會賺 老師會有那種特殊的例子 比如說二十五歲就年薪百萬 或者是三十五歲就可以買到地間房子的省錢達人 我不太懂就是說 為什麼要把這種小小個案放大 我想 那是特例 對 就是把這種特例放大 其實根本無助於整個社會 對於其實也不用整個社會 社會就是我們 就是上半組每個人都親自肚明 這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難道我們不用維持一個基本的生活水準嗎 我們不是看到沒有太多人是每天在做很奢侈的花費 對 你可以看到 譬如說那些量販店 或者是五十元便當 總是大排長龍 這些人是什麼人 就是我們身邊的人 就是我 可能就是你 對 其實這問題 明明就是這樣擺在眼前 並不是我們真的太會花 不過我發誓 我晚上也是吃五十元便當 對啊 剛剛才吃飽 不過競數 我想問的是說 所以這個是個人的問題 還是結構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真的是說 我窮得一塌糊塗 可是拿起來 智慧型手機剛換的 有的那個iPhone 我再拿起來iPad 2 我說有的人是很老花的啦 那是說那個 因為是不能怪人的 可是有些人很省 再怎麼省 他還是存不到錢 我想其實從剛剛的一個說法 我們其實可以聽到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的社會 其實對於貧窮這樣的一個定義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一直不變 就是他都是個人因素 因為為什麼你會窮 因為你不夠認真 因為你沒有成功 你不夠努力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錯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剛剛我們也許 大家對夜十一二三 這樣的一個數字 也許會覺得他的調查方法 有一些存疑 但主技處的一個薪資調查 我想這個供應 全臺灣有七成的勞動者 其實月收入不到四萬塊 如果以在臺灣的一個 現在目前生活水平 我想四萬塊 扣除你生活需求 再扣除現在目前的物價一個創造 你還有多少錢可以存下來 對 那如果再加上班族你要養 你就算沒有房貸 你要租房子 房貸 房子買不起 房租越來越高 你的小孩托因托育 一個月至少就要一兩萬 就要去了 是 請問這樣如果算下來的話 到底我們可以一個月 能夠平均儲蓄有多少 我想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 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其實結構是出在於薪資 是薪資第一 導致你的儲蓄不夠 是 我們來看看 就像剛剛禁書講的 也許S123有人講說 他又不是一個所謂的 完整嚴謹的學術研究 他只是一個可能個案數有限的 一個民調 但是我們來看看主計處 這個大概沒有 沒有人會質疑 他會說謊 兩千零六年的時候 全臺灣賺不到三萬的人 是三百二十萬個臺灣民眾 賺不到兩萬是八十四萬 到兩千一零年有三百五十九點七萬的臺灣人 一個月薪水賺不到三萬塊 然後呢 一百零三萬的臺灣民眾 一個月薪水賺不到兩萬塊 我想問的是說 就算三萬塊好了 夫妻六萬塊 在臺北市 你的房租最少兩萬塊 你養一個小孩 一個月至少也要兩萬塊 那你還有多少可以去存錢 如果你還要去做醫療費用 你還有生活費 吃喝拉薩 睡等等的這些開銷 所以燕利 我想問的是 所以因為是我們薪水太低的問題 而不是我們太會挖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是個案的情況 確實我也看到 有一些收入還不錯的人 他們真的是很會消費 包括呢 每個禮拜 甚至每天都要去吃大餐 然後剛剛信聰講的 那個案例什麼 3C產品 同樣說是Notebook 他可以買個五款 因為他覺得每一款的功能 都不一樣 確實有這樣的案例 但他畢竟是少 對 少數的一個情況 是 那我個人認為問題 其實還是出現在 我們所謂的一個產業結構 跟薪資結構的一個問題 大家不要忘了 現在是一個所謂一個 臺灣跟中國大陸是一個 三角貿易的一個關係 那當我們臺商是不停前進到 中國大陸去投資之後 那前幾年 特別是很多年前 這個中國大陸的員工 他們薪水普遍是低的時候 那我們的中小企業 甚至大財團的老闆 最常講的一句話是 兩萬五 你不幹 沒關係 信聰 你可以幹 後面一狗票人在排隊 所以他其實就會變成一個 很糟糕的惡性循環 就是你會覺得 我今天不做的話 我好像沒有其他的工作機會 可以做 那所以呢 導致就是我們的薪資水準 普遍上不來 是 那事實上針對這個基本工資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看到 這陣子有很多的討論 那我們的這個相關老闆會的一些官員 到現在還沒有告訴我們說 到底會不會突破兩萬塊 還是說想辦法 那事實上 其實這個兩萬塊 還是不夠於一個家庭來使用 因為這個勞團 他們曾經說過估算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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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至少 兩萬四 對 兩萬三 兩萬四 其實才夠生活的 對 那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我們的教育的問題 其實也跟薪資結構息息相關 剛剛這個照例 講到他的一個情況 坦白說他不是 他不是冰山的一角 我很多同學 他們當年也是念了很好的學校 國立大學 然後畢業 然後出 出國去念書 念了碩士 念了博士 投資了好幾百萬 結果回來之後 發現相關的教職圈真的很少 所以逼得他們必須去拿 去一些研究機構上班 不好意思 研究機構的薪水 三萬五 你要不要幹 不幹的話 你找不到其他的一個工作 拿到博士去領三萬五 不誇張 你問照例這樣的情況都不多 真的很多 那甚至我還有朋友 現在做所謂的博士後研究 薪水四萬五 要不要幹 要幹 因為不幹的話 老婆沒飯吃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這個薪資低薪化的一個情況 他真的是包括我們的產業結構 包括教育結構 環環相扣 不過照例 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其實薪水大概也很難說明天 大家就會調薪 或是說明天大家就改變生活習慣 就是說我每天吃五十塊 改成吃三十塊 這也都不可能 但是我們想問說 未來最恐怖 或是大家最擔心的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研究 其實或這個民調是有意義的 一十一二三 另外還做了一個研究 說未來十年 你最擔心的是什麼 最擔心的就是物價 這其實也給政府參考 真的絕大部分的民眾 如果說他存款是幾乎等於零 或是只有一點點的時候 你這個電再上來 油再上來CPI 所有的物價 整個都在上來 我不願意這樣講 但是說真的會 那個壓力會很大很大 我想問的是說 接下來你們你們家 最擔心的問題是什麼 我想第一個當然是物價持續的上漲 那個壓力會多大 譬如說店家漲 或者是說你的產品油原漲 這樣想好了 假設我們薪水是四萬塊好了 先這樣算 那你說我漲得 漲得不多 才漲得五趴 那我的我的五趴 就已經多少錢了 就已經兩千塊錢 我一個月就要少花兩千塊錢 那我不知道都 因為這速度實在太快 我是搞不清楚說 到底這個這個成長到什麼地步 因為之前告訴我說油價漲就好 那叫做我店價漲就好 我不知道他漲 那更不要說房價 我們根本從這個 可能剛結婚之後來構思 說我們來存比錢來買房子 到現在想都不敢想 你別想了 剛才講到說 臺北市租屋兩萬塊 不是 現在新北市就兩萬塊 臺北市 我每次想都不敢想 你如果租到臺北市的兩萬塊房子 那你抱歉 大概又是一個五十年 六十年的老公寓 這很巷子 裡面走到捷運站 趕快要二十分鐘 通常都一樣 沒有裝潢 然後屋況很糟糕 那就是我們應該要有生活的水準 是 是 我們也歡迎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一起討論 這個所謂的月光族 月光光 心慌慌 到底問題是出在誰身上 臺中央小姐 喂 請說 主持人謝先生 你好 我覺得是日子太難過了 可是我們講日子太難過 馬區長又很會揮霍 一個總統就指 他可以花掉五千萬 五千萬不能拿來補助油電 油電的漲下嗎 沒有啦 他不是說花六百萬而已 沒有到五千啦 好啦 好啦 我就是 你的意思就是 日子真的很難過 臺北的陳先生 喂 請說 主持人你好 那個 你的標題是說月光族的原因 覺得應該是那個基本薪資太低 是 那像剛剛那個記者 他說現在那個原物料什麼都漲 老闆沒辦法幫員工加薪 那到底該怎麼辦 就這樣 謝謝 好 臺北的林小姐 喂 主持人好 在座來賓好 我想要講 這個執政黨跟馬英九已經執政四年了 好 四年來油氣水電 米油鹽醬醋茶 大家不妨去調一調那個資料出來 看這四年當中到底漲的幅度有多少 那現在的內閣拿不出任何的辦法 所以說我們人民是不是該要站出來的時候了 我覺得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 否則這個政府他根本就不怕任何人 他就是照他的 照他的方式做 然後覺得自己都很心 好好 謝謝 陶淵林小姐 你好 主持人 我想要反應的是 我覺得我們的臺灣的理財規劃相當的弱 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假設我們有十一預熱住行 那我覺得說如果假設你有六萬塊 那當然假設說一個項目品項分配到一萬塊 但是有的人他明明假設他只能顧好他的肚子 可是他卻要做很多其他有的沒有的 其他項目 其他項目再怎麼樣會省 也絕對是超過自己原先的薪資的一個規劃 林小姐 林小姐 我請教 你是不是月光族 我不是 所以你都有固定在理財 我覺得理財是非常重要的 就比如說你有賺三萬 那你三萬能做的事是哪些 那有些人他根本就是超過他的 他根本沒有規劃 他不知道他的Lite 可能已經cover過他的吃 那他如果說他只能供應到吃 或食衣住行而不能有預熱的話 但是有些人搞不清楚的 還是做了預還是做了熱 但我身邊有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他並沒有任何一個明確的 一個規劃的項目出來 那他經常都是跨領域的 用到那一部分的錢 而不會縮減他 原來原來應該要好好的節省的部分 然後謝謝林小姐 因為我想他講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就算我一個月 只賺基本工資 一萬八千多塊 我其實我便當吃五十塊 我其實可以說五十塊包很多 然後兩餐吃一段 或者是說 或者這樣不太健康 也許是說你該省的 盡量省盡量省一個月 省個一百塊 五百塊也好 因為我想問的是說 理財這件事情對很多賺很少的 這些人來講 好像是遙不可期 但是他的重要性是必須你要去做的嗎 這是當然的 那只是 就算我錢真的很少 我還是得存錢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層次的差別 就算錢很少多少 因為其實如果說你一個月的薪水 只有一萬八兩萬 我真的覺得他們沒有任何的能力 進行理財規劃 因為百度都吃不飽 怎麼規劃 小孩子在那邊要養 要吃奶粉 而且現在 現在很多的 這個爸爸媽媽 有所謂的一個焦慮症 當小朋友呢 你送到去讀小學之後 就算你的收入情況 不是那麼好 可是你會擔心 小孩子是不是輸在所謂的起跑點上 所以他可能要上很多的才藝班 這是不是一筆龐大的費用 絕對是 那事實上就是說 我曾經算過這次的油電雙漲之後 對一家四口所造成的支出 一個月會多多少錢 我曾經算過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會跟著上漲 包括可樂 包括教科書 包括什麼東西 全部都上漲 我算過一個月 至少 至少四千塊錢 所以對像造立這樣的一個家庭 來講 我覺得他們的經濟負擔 跟經濟壓力是越來越大的 所以剛剛這個呼應 那位這個桃園的小姐 講到就是說 確實理財是很重要 那我們在自己的收入之內 做一個量力而為的消費行為 是絕對必要的 因為你必須先想到說 我的下一頓怎麼辦 那我的家人怎麼辦 甚至呢心有餘力 我再來進行所謂的一個 其他的投資的一個行為 可是重點是 如果你收入真的在兩萬塊以下 坦白講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理財 規劃 先過下去再說 對 日子有一餐沒一餐 你可以活到 就像照理講的 你可以度過所謂的世界摸摸 甚至再過個幾年 我覺得那個對他們來說 人生有希望兩個字 都是 都是奢求 不過進出我要請教你 明天就是五一勞動節 對 那勞工一定會有滿腹的心酸 甚至憤怒 非常非常的多 對 明天你們的訴求是什麼 又如何去改變這個結構的問題 我想其實五一勞動節 其實是歷來的一個非常 對勞工來講非常重要的節日 其實我們還是不外乎 拖在所謂的現在目前時事 包括物資 包括薪資 包括整個勞動條件跟福利上 我們其實是一直在做 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希望政府能夠看到 我們這些勞動 具體的講好不好 基本工資提到兩萬嗎 基本工資 我們希望是兩萬三千四百五十九塊 那當然不會理你嘛 對對對 這是我們的訴求 因為剛剛我們也算 這個其實是一個 兩個一個夫妻的生活 如果在台北維持生活的話 大概是這樣 那中南部也許可以低一點 可是但是你也不能低得太多 是 我想現在其實基本工資 王主委已經有講 其實他有意願 討到兩萬 我們發現當然是非常的高興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這是遲來的正義 我們基本工資一五八四 你停了十年沒有動過 這十年是臺灣經濟成長 最快速的世界 是 也就是因為這十年 基本工資的停止 使得我們的薪資 到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有效地成長 這個其實回過頭來看到 這個就是政府的責任 你難道不擔心企業 他們一直講的說 一旦提高基本工資 就會大幅提升失業率 反核最後受害的還是勞工 那我想其實如果是這樣子 這是不是事實 第一個企業在臺灣 本身我們所有看到 政府提供的租稅優惠 減稅優惠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東西 其實我們的企業在臺灣 其實都一直在靠什麼 我想其實很簡單的 一個是低稅付 一個是低薪資 這兩滴撐起所謂的企業競爭力 那長期以來依靠這兩滴 企業就可以做競爭力 他幹嘛要轉心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在要求的是 一個合理 是 一個合理還給勞工 勞動者一個合理的一個薪資 我想這個不僅是企業 這是政府也應該去推動的 否則的話 如果這麼多臺灣限於是一個貧窮之島的話 企業在臺灣也沒有投資的必要 趙立 你想要政府做什麼事情 才能解決這種窮忙 窮累穷苦的三窮絕境 我希望他們可以好好站在勞工這邊 他們沒有嗎 我認為完全沒有 理由是 我覺得說實在的 大家都知道臺灣並不缺錢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人缺錢 就是表示企業有錢 財產有錢 那我們沒有錢 就這麼大 就這麼簡單的原因 說服也沒辦法公平 那我們薪資也這樣沒辦法公平 我覺得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不太可能 就像剛剛有人提到說 理財很重要 我真的覺得我身邊很多朋友是 他們沒有辦法去思考理財這件事情 即便有他們空氣也很小 是 那你說我要審視僅用 那難道我們 我們不需要 就是政府在政府立場 不希望我們可以維持一個適當的花費嗎 如果我說大家都開始做省錢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臺灣可能 臺灣今天會完蛋 對 消費率 這是我們要的解決方案嗎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謝謝您收看 感謝 抱歉 時間實在太早 謝謝